今天我们在广州 那么开车过来来到这里 这是属于南海 佛山南海的一个地方 大概我们开车一个小时左右吧 就来到这里了 然后这里就是吃现烤的烤乳猪 原来那个烤乳猪呢 它先会上了一层油 然后放在这个大的炉里面 先烤稍微干一点 最后来烧 这是广东萧鹅啊 这种是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来到这里吃的烤乳猪 它就是爽用一个很小的 直接里点了之后 它才开始烤 这好像是300 368一只 这个烤的这个 第二次过来吃了 因为甚至也是朋友 开车直接开车过来这边 吃过真的很好吃 所以它是比较了它才烧 然后就 就可以直接 不像我们在广州其他地方呢 就是一早已经烧开了之后 然后到里吃的时候 可能过了几个小时 它现在就贵了 烤好就直接上锅 然后就可以趁热吃 而且它在烤的时候 不断的在 扎一些 在底上扎一些冬了 就会了它 能够 这个皮跟肉 不要分离 这个一个 立绝 应该是老师做的 买回来送了一只猪 这家虎子山的猪 这只猪猪 这只猪猪猪 这只猪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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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猪� 这是番薯叶 终于弄明白这个菜叫做池菜心 就是在广东增城才有得出的 好,我们终于上了 这个就是刚才烤的乳猪 已经烤好了 哇,既然很棒 哇,你看颜色 颜色 这就是十斤烤出来的乳猪 然后切开了 最后再上一个菜 这是广东传统的风味 这是个味道 这是我们平常中秋节吃的肉 那个皮剥出来之后可以做菜的 这次这个烤乳猪比我上次来吃会更好吃 那你各位看看这个乳猪 它的莲肉就是这么 这么莲肉就是这么薄薄的 所以它很脆 这是比我们上次来更好吃 各位知不知道这些是什么 各位可以猜一猜这三个东西 是什么来的 猜中有奖励 keinen 这么大 这么快 还有一点 也没有